接下来为您播出法律讲堂生活版 一千元分子钱还能不能要得回 送错分子钱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2012年的9月23号 这一天刚好是农历龙年的8月初八 那么在这一个特定的生肖 又碰上一个这样特定的一个日期 真的是十几年才能赶上这么一次 所以很多人都把这一天当成了良辰吉日 纷纷选择在这一天送嫁迎娶操办喜事 然而就在北方的某个城市 也就在这一天也是在举办婚礼的现场 就在这推杯换展欢声笑语的婚礼现场的门外 有两个六十岁上下的男人正在激烈的争吵 只听其中的一个人说到 你这酒也喝了饭也吃了 现在要求来退分子钱 我还没听说过谁家结婚办事 把这分子钱还挽回退的 我说朋友 你今儿到底是来贺喜的 还是来砸场子的 这另一个人呢 也不甘示弱的说到 谁让你们当时没有跟我说清楚了 这钱呢 本来就不是给你们家准备的 你现在还倒有理了 你现在赶紧把这钱给我 否则的话 我就跟你没完 随理随理都是随字当头 一个愿意给 一个愿意收 给钱的随性 收钱的随心 可是您看看这两个人 给钱的反悔是收钱的闹心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呢 还要从这个给钱的人说起 给钱的这个人呢 姓杨 今年呢 已经是六十出头了 我们呢 管他叫做老杨 这老杨呢 有一个特别好的好朋友 叫做张勇 那这老杨啊 今天来就是为了参加 老朋友张勇的儿子结婚典礼的 老杨啊 很清楚的记得 就在一二年九月初 他突然呢 就接到了张勇打来的电话 在电话里啊 这张勇呢 就兴奋的跟老杨说 说我儿子啊 就要结婚了 这个摆婚宴呢 就设在了这个九月二十三号 那天呢 你一定得来呀 这在电话里啊 老杨是一口就应承下来 说这必须得去啊 咱儿子结婚 我哪能不去呢 放下电话之后啊 这老杨呢 就赶紧准备了一千元钱 作为分子钱 准备啊 将来随处去 终于等到老朋友儿子 结婚的前一天晚上 老杨是兴奋的一夜 没睡着觉 第二天早上 兴奋了一夜的老杨 果然期望了 急急忙忙梳洗之后 穿上老伴搭配好的西装 来不及和老伴打招呼 穿上红包就冲出了家门 此时老杨一心只想着 尽快赶到婚礼现场 可谁知 越是着急 越是天赌 一出门就遇见了意外情况 他刚出门啊 就发现 这个要去酒店的 必经的一条路啊 赶上修路 没有办法 只能绕着走 没办法啊 这老杨就坐在车里 是一边着急 一边上火 好不容易啊 到了这个张勇儿子 举办婚礼的酒店 老杨一看表啊 还差半个时辰 还算好 没迟到 下了车之后呢 这老杨呢 就想给这个张勇打个电话 告诉一下 可是一翻都发现 手机不见了 老杨就回想 一下子想起来了 在这出门之前呢 自己明明已经换好了一套服装 可是啊 平时就事多的老伴啊 非嫌这套服装不好看 硬逼着老杨啊 把这衣服给换了下来 结果衣服是换了 但是手机呢 就忘装了 这老杨啊 就在这个酒店的门口啊 急得直转圈 他就使劲的想 这个张勇的电话号码 也说呀 这个老杨呢 上了一定的岁数 一个是呢 听力不太好 另外一个 这记忆力呢 也是大不如前 而且这老杨啊 平时最犯触的 就是记这数字 比如什么 手机号码了 银行密码了 等等 在他那儿啊 都是左耳进 右耳出 完全记不住 再加上啊 刚才这着急上火 所以啊 张勇儿子的婚礼 到底在几层举办 这老杨都给忘了 老杨心想也没关系 谁家办婚礼 不得贴个喜字 摆个横幅啥的 我就硬着头皮 进去找吧 老杨呢 就来到了酒店里面 他想啊 到前台打听一下 结果发现呢 前台没人 这一打听啊 不要紧 说这家酒楼里面啊 扎堆办婚礼 就这一家酒楼 从二楼到六楼 一共有五家 同时举办婚礼 光姓张的 就有三家 那实在是忙不开了 所以前台的人员 都跟着去忙了 老杨心想 没办法 就上去找吧 他来到二楼啊 来到的第一户 他就问人家 说办事这家姓什么呀 人家告诉他 姓张 这老杨啊 怕听错了 然后呢 就问了一下 那这主人叫什么名字啊 他隐约听到 人家告诉的叫张勇 老杨心想 没错 找对了 你看我这碰着第一家 就找对了 然后呢 老杨就把这都快五热了的 一千元钱呢 拿到了记账的地方 记了账 随了礼 但是呢 他并没有看见张勇 他就在这等着 眼瞅着呀 婚礼的时间就到了 看着大家伙啊 都进入到了婚礼的现场 这老杨呢 也进去了 随便找了一个位置 坐下 在热闹的婚宴上 老杨一边和不认识的人 相互到齐祝贺 一边撑着脖子 寻找朋友老张的身影 可是没过多久 老杨就觉得 这事情好像有点不对劲 因为他发现新郎 并不是张勇的儿子 那么这么就说 新郎的父亲并不是张勇 坏了 我随错地方了 老杨心想啊 刚才进门的时候 已经打听了 这家一上午就有三家 同时姓张的举办婚礼 老杨呢 就赶紧从屋里出来 然后来到了门口记账的地方 这一看呢 真的是傻了眼 他发现呢 账本上写的主人的名字啊 叫做张勇 这是朋友的勇 而自己的老朋友啊 叫张勇 是勇敢的勇 家人刚才啊 着急上火 平时这耳朵啊 就不太好使 所以呢 给听错了 于是呢 他就要求这记账的人 说你能不能把这钱退给我 没成想啊 这记账的人是当场的就拒绝了老杨 他说大叔哦 你要说记账的话 我肯定帮你 但是你让我销账把这钱退回去 那真对不起 我可帮不了你 你想想 将来如果主人过来问我 说你凭什么把这名字勾掉了 为什么拿了一千元走 我怎么跟主人解释啊 实在是抱歉 这老杨啊 是碰了一鼻子灰 他心想 这事啊 只能找这个主人家来解决了 于是呢 他就趁着这张勇啊 下来陪酒的时候呢 把这张勇啊 叫在一边 把这个事情的经过呢 跟他讲了 核心的目的只有一个 希望张勇啊 能把这一千块钱退给自己 他最后说啊 我那朋友还等着我过去参加婚礼呢 可是啊 这张勇呢 是当场就回绝了老杨 他说这可是我儿子举办婚礼的大喜的日子 这退钱呢 就是不急的 再说 你这酒也喝了 饭也吃了 你这退钱没道理啊 本来啊 这老杨来的时候呢 就窝火生气 然后呢 又碰上自己 稀里糊涂把这钱随到别人家了 他心想 张勇那头肯定交代不过去啊 而且又碰见这个张勇呢 不讲理 坚决不给退钱 所以这火儿蹭的就上来了 说话的语气啊 也不好听 跟这个张勇呢 就开始 你一句 我一句的 两个人就在这争吵起来 那么这就是我们节目开头 所出现的那一幕 但是啊 这个张勇并没有啊 想跟他继续争吵的意思 这张勇呢 就把这个记账人呢 叫过来 趴在耳边呢 耳语了几句 只见这个记账的人呢 是点头微笑 就离开了 这老杨还在想 说这张勇啊 八成是想过味儿来了 心想啊 这个钱应该退个人家 一定是安排这个记账的人 给我拿钱去了 就在这等着 可是啊 不大一会儿 这记账的人没来 钱也没给他 现场呢 却来了两个警察 那警察来了之后呢 就直接奔到这个张勇面前 老杨一听张勇跟警察说的话呀 真是吓坏了 原来啊 这张勇对着警察说 说自己啊 前段时间上 听好几个朋友都说了 有这么一伙人呢 专门到这个结婚的现场来骗钱 怎么骗呢 在红包里面 随便的扔进去摆纸条 然后放在这个随理箱子里面 然后呢 就说自己随错了 要求这个记账人给反钱 要多少就得给反多少 就这么明目张胆的骗钱 所以呢 他叫这个记账的人呢 就赶紧去报警 说趁着这人没走 让警方来处理他 感情人家是把自己当成骗子了 喝喜酒送错分子钱 一场误会之后风波不断 自己啊 本来是高兴而去 没想到是扫兴而归 而且中间呢 还穿插了一个派出所的半日游 想要讨回分子钱 法庭之上意外重逢 曾经的心上人 因为啊 这张友的老伴不仅认识 而且还是自己参军时候的女朋友 打官司遭遇初恋情人 送错的一千元分子钱 还能不能要得回 送错分子钱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这警察呢就看着老杨 看他呀满头大汗的 语无伦次 感觉啊 并不像之前所碰到那些骗子 所以呢 就说你能不能回一点 其他的线索 然后我们帮你查清楚 如果这事跟你没关系的话 你就可以赶紧走了 这老杨呢就实际是想 他终于想起了张勇儿子的单位 就告诉了警察 那么警察呢就根据这条线索 查了儿子单位的值班师电话 那么通过这呢 找到了张勇儿子的电话 警察呢就赶紧把这个电话打过去了 接电话的呢 正是张勇的儿子 张勇的儿子一听啊 赶紧把这个电话给到了张勇 这张勇那头啊 正着急呢 笑手在这盼着老杨来 一听电话里这么说呀 他一下子明白了 说我马上就到 那么派出所呀 在等张勇来的时候呢 就又向酒店的负责人呢 进行了询问和了解 警察呢完全听清楚了 这事情的真相 然后呢 让这三个人呢 分别做了笔录 签了字 把他们给放了回去 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啊 可想而知 这老杨还有没有心思 去张勇的儿子婚礼现场 而且也丢人呢 你去了能够空手去吗 自己一分钱没带 倒是这张勇啊 是反复的劝老杨 说咱俩都大半辈子交情了 我能在意你这一千块钱吗 你人来了就好 可是啊 任凭这张勇怎么劝怎么说 这老杨啊 就是不回婚礼现场 执意呢 要回家 按说老杨吃错婚宴 随错礼 最后闹到派出所 这件事情 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 慢慢被大家担忘了 但是这件事情 对于老杨来说 却不能轻易放下 再加上 老杨的老伴 非但不劝解 反而火上浇油 不停地数落老杨 让老杨很憋气 很窝囊 咱们也咽不下这口气 几天之后啊 这老杨呢 起了个大早 就出门了 这一次啊 这老杨是直接来到了人民法院的立案亭 他一指诉状 把这个冒牌的老张 张友给起诉了 起诉的请求啊 就是要求张友 要如数地返还自己的一千元钱 看到这个当事人老杨啊 着急上火的 有很大的怨气 这立案的法官呢 也还是很耐心地接待了老杨 并且啊 听老杨叙述完了整个事情的经过 说完之后呢 这法官就对他说 说按你描述这个情况啊 你是属于陷入到了一个重大误解 你所说的那个张友啊 是因为不当得利 所以才取得了这一千元钱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分析一下 法官口中所说的这个重大误解 还有不当得利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是重大误解 重大误解啊 指的是行为人陷入到了一个错误的认识 那么这种错误的认识呢 包括比如说认识对象的错误 把对方这个人呢 认成别的人了 包括自己行为性质的认识错误 我不应该这么办 结果呢 我还这么办了 总之怎么可以理解呢 就是我本意不是想这样的 结果呢 我做的这个事啊 跟我的本意完全是相悖的 在这种情况下呢 能够使自己的权力啊 就遭受了损失 那么在法律上啊 重大误解和显示公平 欺诈 胁迫 称人之危等等 都是属于可以撤销的民事行为 那我们就来说一下 怎么样才能构成重大误解 首先呢 构成重大误解啊 必须是基于自己的一个错误认识 而不能来源于是对方的给的错误信号 如果是对方给的错误信息 那么就有可能构成法律上所说的诈骗 二一个呢 如果因为重大误解做出这种行为啊 他会对自己的权益造成影响 一般的情况下是自己啊 要遭受损失 三来呢 这个误解和这个行为呢 要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也就是说 如果我没有陷入到这个错误的认识的话 我就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行为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再来说一下 什么是法律上所规定的不当得利 我们说啊 这个不当得利啊 就是你取得这个财务的时候 没有一个合法的依据 或者说是取得的时候有 但是事后呢 就没有了 所以呢 法官呢 就接着说到 说按你描述这个情形啊 你当初啊 就是陷入到了一个叫法律规定的重大误解 那么这张友取得这一千元钱呢 也是法律上所规定的不当得利 这法官呢 给老杨解释清楚之后呢 就接着跟他说 说你这个情形啊 并不复杂 很好处理 但是呢 我建议你啊 走一个速前调解的程序 因为如果你走正常的程序的话 耗人 耗力不说 而且呢 还伤感情 不利于啊 和谐诉讼 老杨 老杨听妹妹之后呢 就说没问题 我听法院的安排 可是让老杨意外的事情又一次发生了 当老杨和张友在法庭相见的时候 张友身边出现的一个人 让老杨大吃一惊 原来张友的老伴和张友一同来到法院 而张友的老伴不是别人 正是老杨年轻时的初恋情人 原来啊 老杨在当年参军的时候啊 认识一个女战友 那么在工作的时候啊 他对这个小姑娘啊 是没少帮衬 那么随着时间一长啊 这两个人的关系呢 就发生了变化 变成了男女朋友的关系 可是啊 在他们转业要回乡的时候呢 这老杨啊 就接到了父母 给他捎来的信 说呀 让他转业之后呢 赶紧回家 因为家里呀 已经给他订好亲了 那么这个女朋友呢 又回了原籍 所以呀 两个人的恋情呢 不得不就这样 最后呢 是不了了之 后来呀 老杨的生活是按部就班 娶妻生子 那么他的女朋友啊 回到了原籍之后呢 又经过韩寿 上了学 而且务工几年 那么才被家里说动啊 才找了对象 那么他找的这个对象啊 不是别人 正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冒牌老张 张友 那么他和张友结婚之后呢 生了一个儿子 而他们的儿子呢 又非常争气 考上了大学 最后啊 来到了老杨所生活的这个城市 那么他的儿子呢 就把年事已高的二老 又接到了身边进行生活 那么举办婚礼 当天啊 当这个老杨和这个张友 争吵的时候啊 这张友的老伴啊 忙着催服务员传菜去了 所以呢 根本就没有看见他俩 等他回来的时候 这两个人已经都去了派出所了 就这样的 阴差阳速的 这两个人本来啊 应该在婚礼的现场就见了面 没想到跑法院 见了这面 上法院打官司 意外重逢初恋 这钱 要还是不要 这老杨的老伴呢 上来就数了他 他说你随理的时候就不中用 你这打官司 我看你比随理还不中用 得知真相的老伴 打翻醋坛子 一场家庭风暴 一触袭发 让你去法院打官司 把这钱要回来 你居然去约见自己的女朋友了 送错的份子钱 该怎么要 家庭风波又该如何平息 送错份子钱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经过了一上午的工作 终于达成了调解方案 那就是由张友 从家里拿出来一千元的购物卡 赠送给老杨 然后老杨撤回起诉 走出法院的门 这老杨的心里像五味杂陈一样 他没有想到自己能碰上之前的女朋友 再说虽然拿回来的不是一千元钱 但是自己也没什么损失 这个结果也挺好的 可是老杨是断没有想到 他回到家里 自己的老伴跟他又生气了 听说老杨只能拿回来一千元的购物卡 老杨的老伴上来就数了他 他说你随理的时候就不中用 你这打官司 我看你比随理还不中用 你说这一千元的购物卡 能当钱花吗 再说了 那商场的东西那么贵 我才不去买东西呢 你要花呀 你花 但是呢 你得把这一千元钱给我拿回来 你这呀 就等于是人家把你卖了 你还帮人家说话呢 这老杨啊 经过老伴这么一击啊 就跟他说 你别把人家都想的那么坏 这个章有我不了解 但是他老伴 我之前可触过 他我是了解的呀 没成想啊 老杨这无心的说出这么一句话 一下子被老伴给抓住不放了 这老杨的老伴呢 是一个劲的问他 说你这女朋友怎么联系上的 因为什么联系上的 他是不是现在比我过得好啊 他现在是不是精神头比我还好啊 总之啊 这老杨的老伴呢 是没完没了的纠缠这事 老杨呢 一个劲的耐心解释 可是呢 老杨的老伴就是不听 最后就说道 说你啊 随理把自己随到判处所去了 让你去法院打官司 把这钱要回来 你居然去约见自己的女朋友了 你到底存的是什么心呢 老杨无意中说出了自己的初恋 可真是闯下了大祸 老杨觉得自己的老伴是天天在找茬 一有机会就拿自己的初恋说事 闹得是家务宁日 老杨原本想着忍一段时间 等老伴气消了 日子又能恢复平静 不成想 一个意外的电话 让老杨的生活再起波澜 这一天呢 老杨的老伴正在家里给这老杨上课呢 突然之间呢 这老杨接到了一个电话 来电话的正是张友的老伴 这老杨的老伴一听了就来了精神 立马凑过去听什么 就听啊张友的老伴说道 那天啊 在法院的时候 我也没好意思跟你说 这么多年没见了 你过得还好吗 其实啊 我挺想你的 话一说到这儿 老杨就听砰的一声 他一看呢 自己的老伴摔门生气去了 这张友的老伴就问老杨怎么了 老杨没有办法就跟他说 自己的老伴啊 误会他了 张友的老伴说 你放心 改天呢 我登门去 给嫂子啊 赔个不是 这事就过去了 这张友的老伴说还真算数 没过两天呢 就来到了老杨的家里 然后呢 笑呵呵的拿出来那一千元的 购物卡给到了老杨的老伴 老杨的老伴当然是不给他好脸色啊 但是啊 张友的老伴呢 不慌不忙的 把那天啊 电话里没说完的事呢 又跟了老杨的老伴又重新说了一遍 这张友的老伴就解释道 他说我和老杨啊 年轻的时候呢 都参军 我们是战友情义 这么多年没有见面 确实很想的 但是啊 这种想念也只是陷于这种 正常的朋友之间的情感 你一定啊 是想歪了 再说了 我们家张友可不错 即使你们家老杨现在有这想法啊 我还不干了呢 说到这儿啊 一下子把这个老杨的老伴就给逗乐了 这个事呢 就解开了 其实啊 这两年啊 随作礼的情况呢 时有发生 而且因为这个事情啊 争吵的 包括大打出手的 也不少见 那么我们追求原因呢 一个是收钱的人啊 真的是得了便宜 但是呢 不愿意退 很多人认为啊 不吉利 那么送钱的人呢 又觉得委屈 说这钱呢 不应该白白的送给他们家 所以呢 两方面的矛盾呢 才激化 并且呢 扩大起来 我们想说的是 那句话 遇事长礼让 生活 才舒畅 即使啊 个人的能力 没有办法解决这种纠纷和矛盾 但是呢 还可以通过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观众朋友 感谢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再见 再见 谢谢